我現在要點小朋友們煮晚餐 太好吃了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妮 我現在要點小朋友們煮晚餐 今天的晚餐是給他們煮一個 數位新麵線 這是寺廟裡給的麵線吧 準備晚餐給他們煮一個蛤蜊麵線 蛤蜊已經在開了 馬上把它撈起來 再把它給肉跟殼分離開來 這是剛剛從鄰居家借的薑 因為家裡的薑用完了 煮蛤蜊一定要加點薑片進去 這樣子才能夠去寒去腥 把這些蛤蜊的肉全部剝出來 把殼分離開來 這樣子小朋友們吃起來就很方便了 把這些蛤蜊的肉全部剝出來 明天她又要去打比賽 台南的一場比賽 因為我要上班 所以呢 沒辦法送她去 好在我們的阿嬤 願意站出來 幫我帶她去 所以呢 超級感謝我媽的 還好有她 不然的話 對於兩個都要上班的父母親來講 小朋友要去參加比賽 還是什麼的 就真的有點麻煩 現在把它給趕快用一用 他們還沒放學 妹妹要打到 晚上六點鐘回來 然後呢 姐姐待會五點多就回來了 所以趁現在客人還沒有來 趁現在客人還沒來 所以趕快把飯煮一煮 大家繼續看我煮飯吧 看看我是怎麼給小朋友們煮晚餐的 晚餐也不是說每一天都煮啦 就有空的時候 或者是想要給小朋友煮 比較特別的晚餐的時候 那比如說 這一次今天晚上 就給小朋友們煮麵線 因為 這麵線也 就是上次拿回來都一直沒有煮它 也不能放太久 所以趕快把它給清了 然後還有這格力 跟他們一起吃一吃 其實我還蠻希望小朋友們回來 能夠吃上熱熱的飯 而不是冷冷的變燥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 有空的時候 我都能盡量給他們煮 做給他們煮 做他們喜歡吃的 小朋友們喜歡吃什麽 然後如果說我再給他們 對給他們煮 目前他們最喜歡吃就是我煮白粥 然後煎荷包蛋 荷包蛋今天的技術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們還是很愛吃 荷包蛋再淋上那個 台灣的醬油膏 我覺得超讚的 然後再配上 碎鈴 炒水 小朋友就超愛人 這是我們家姐姐最愛最愛最愛 我給她煮的旺餐 好了這個都弄好了 剝完了 然後就只有這些 讓薑片再熬一下 再去拿那個濾網 看看河裡有沒有下 為什麼我的名字叫愛吃鍋呢 因為我每天都是一口鍋 幾乎都是這一口鍋 這口鍋可以讓我 煮早餐午餐晚餐 所以真的是愛吃鍋 愛吃這個鍋 火鍋呀 炒菜呀 煮麵呀 都可以 然後再加絲瓜進去 絲瓜 鍋裡倒 打火 接下來就煮麵了 已經開好了 看看這個麵鹹不鹹 因為有些掛麵是鹹的 有些麵鹹是不鹹的 很難看便 吃看看 這個不鹹 可以 絲瓜很快就熟了 熟了 麵糊 煮麵糊 滾了滾了滾了 再把麵撈起來 麵就不會脫了 撈起來之後再淋一點油 淋一點橄欖油 行 放就這樣放著 蛤蜊可以下去了 再加一點白胡椒粉 就熟了 先試一下 先試一次 這邊麵都已經加過油了 少量的麵把它加進 剛剛盛好的湯裡面 能倒嗎 看不到算了 這個你們看 好鮮喔 好鮮喔 你們回來一定愛死了 你看 文旦都播一晚了 客人還沒來 沒關係 繼續播 今天外面下雨了 所以我想應該客人 來的會晚一點吧 其實做聲音這麽久 這個真的很難吃 不管了 先播柚子播給牛肉吃 我播柚子的技術還是挺好的 其他清楚也挺好的 又沒有我不會的 待會兒坐到這裏 我女兒待會兒要靠我來 媽這拼音怎麽多 立馬漏洩 真的 這個柚子都播完了 台灣的文旦真的好吃 雖然看著很小 但是卻很甜 而且還糯糯的口感 我不曉得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是怎麽使用它的 我覺得它有點糯糯的口感 很甜很好吃 其實在我們江西老家 我外婆家那邊呢 是有種非常多的柚子的 因為柚子很容易生長 然後樹栽節力又多 但是那種柚子 我們都是選大顆的吃 大顆的 而且冬天那時候才有的吃 那個時候才會甜 不然平時都是超級的澀 非常澀 所以我當我第一次看到 台灣的文旦的時候 這麽小一顆 我就很想說 這好吃嗎 很棒啊 可是沒想到說 非常好吃 我看來了 不錯了 回來了 來幫我試吃一下 快點 別管吃柚子呀 太好吃了是不是 不行 麵如何 還不錯 然後你要跟我說什麽 還不錯 我太難了 寶貝公哥待會再寫 先把麵吃了 到麵又塗了 你 這剛打完球回來 那個臉 頭髮都濕大大的 你看這個都是濕的 行了別寫了 先吃吃完就寫 肚子先吃 吃完了再來運動再來寫好嗎 唉 算了 很堅持 很堅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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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